嘿,大家好,我是迷之生 今天为大家进行一款名叫Rumu的游戏 我们在这款游戏当中扮演一个扫地机器人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新开始游戏会是什么样子 正在载入操作系统 对,对,对,对 如常,帮我帮助机器人 我们可以单身做一个机会 给他个机会吧 我从不知道能够喜欢家电到这种程度 我从不知道能够喜欢家电到这种程度 我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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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生日节奖 我们已经两个星期了 对,对 为什么我们停下来 我...遇到了吗? 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正在听这个谈论 我会觉得它非常疼痛 我们对不起,Sabrina 我不是一个游戏工程师 当然你不是 我们非常爱你 我们两个人都很厉害 怎么断电了 开始了知识 主持人 主持人 动力 织织 织织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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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你好,Rumu。抱歉,你刚刚可能经历过的在启动中的各种不适。只要我在这里,你就很安全。我的名字是Sabrina。我爱Sabrina。你当然爱了,你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们该开始了。这是一个空白的记忆空间,我们用来格式化你的核心那个的。我喜欢。但是,哪怕是失去的回忆,也要比从来不知道好吧。我爱这个东西。看来你的这个对话系统还需要继续进行啊。你觉得如何呀? 我爱画画,我爱艺术。这不差不多吗?啊,就是周围看到的东西,对吧?我爱画画。测试对话系统。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像你这样一个只能感受到爱的工具啊。那确实,做这种对话术真的有价值吗?真的有效率吗?我爱对话术。 我爱对话术软件。只会一个爱。一开始还说了只有0.3%。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行动功能吧。 你有两个三,36度的轮轮。你的行动能力只受到你的想象力和不能跳这一点。好,我们来看一看。 啊,这个是要我们闪开的对吧?啊,这个是家居机器人袭击东西。袭击系统。不要担心,其他家电也经常用过。 我爱想象这个行动能力。你的最高时速是每小时0.1公里。再快的话你就只能想象。这个很好玩的啊,这个是垃圾。脏的地方。 我爱脏的地方。我爱脏的地方。你为什么爱脏的地方呢,Rum?你爱脏的东西是因为你爱清洁它们。因为你是一个吸尘器。我没告诉你吗?或许我一开始就该这么说。你是一个家电。Rum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电。但你还是个家电嘛。 你有一个功能,一个目的。那就是。耶!只要走上去自动就行吗?不行,还是要我自己操作的。他能不能就是说。基本上你是家居科技的一个革命。革新。 这不是相同的对话吗? 诶?居然99个!这必有蹊跷。这边是要我自己先冲出去吗?还是怎么样?事不过三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有了新对话之后再来三次。 最后来看一眼。说不定有的时候。 巡路很不错。 说起来之前这边不是显示的话吗?是吧! 不是这一点。这只是启动程序中的一个后门。 可是,在模拟中我们如此顺利呢?你同意吗?我爱模拟,我爱门。 是的。 是的,可是我会建议你留下。 因为你的这个现身数据库也不是现身数据库啊。 好像还没有全部的这个处理完。 对啊,我们第二个任务变成了调查门。 我爱门。 Rumu,你一定要留下来。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这个屋子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留下来。 我爱Sabrina。 诶,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吧。 要从这里才重新上来吗? 对,还是上得来的。 你想干什么? 好,来。 第三次。 可是我也爱门。 启动完成,系统已经准备好爱。 大卫和西西里和我, 为你感到很骄傲。 那么,早上见。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要我们, 能够爱门, 才可以结束这一个。 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不停的擦地, 洗地洗下去。 意识以上线。 希望你睡得还好。 你爱什么? Rumu,我爱Sabrina, 我爱打扫。 我爱打扫呀。 打扫是你的目的,Rumu。 而爱是无条件的, 当然如此。 这是你的新家。 更精确地说, 这是大卫与西西里的家。 当然,也是Sabrina的家。 他们是你的人类,Rumu。 他们是你的家人。 我爱大卫和西西里。 现在, 他们出去散步了。 随时都有可能回家,Rumu。 这个厨房太糟糕了, 我们有工作要做。 这个是茶杯, 打扫。 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这是不是, 啊, 其实我们在打扫的, 还是人心, 这种感觉。 干得漂亮。 那么接下来, 是这个吐司。 大卫, 大卫, 似乎, 变得, 刚刚有些不注意了。 没关系, 我们立即打扫。 按Tab键, 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目的, 对吧? 这还是教程。 有一堆蚂蚁, 砂锅大的蚂蚁。 没错, 这个害虫呢, 就在这个厨房的储藏室里面。 调查一下, 似乎不能进。 因为大卫在夜里的时候, 喜欢到里面去吃东西, 猫也是。 我的网络上没有密码, 可是大卫这个人的话, 嗯, 应该附近就有, 可以找密码, 说不定就在这上面。 读上面的文字, 还可以做冰。 来, 做点冰。 哎呀, 这个冰可不行啊, 待会要把它打扫一下。 西西里留言了, 你不能再在什么开心时光, 吃这个小点心蛋糕了。 我把他们从Sabrina的这一个, 菜的数据库里面给去掉。 我把他们放回去了, 你不要管我嘛, 快乐时光, 天, 我可是有商标的。 这个, 那看起来不是在这儿。 诶, 这个冰块居然不能打扫吗? 说不定待会自己就, 湿掉然后干掉了。 这边呢? 哦, 可以关窗。 。 你好, 咖啡机。 我爱你。 我是你的家居, 这个咖啡助手。 好呀, 呃,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呢? 。 他的对话是相同的, 他的智能比较低。 大卫, 你还是吃平时的吗? 你知道, 咖啡拿铁就是咖啡加牛奶, 对吧? OK, 其他的有没有对话? 水, 啊, 给他洒水吗? 这里是另一个房间吗? 不, 不能进走廊。 对, 你只能去需要你打扫的房间。 不过, 别害怕, 我们很快就会出去了。 应该就是Happy Time吧, 对不对? 没错。 大卫身为一个有智能的人类啊, 对自己的记忆里毫无自信。 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说, 遗忘才是更好的选择。 哎呀, 这比我预计的还要糟糕。 快点快点, 如果大卫回来看见这个的话, 我们明天就全都变成闹钟了。 看看情报, 这是洒开的, 内容是风唐浆, 然后主人是阿达。 这是黏黏的, 阿达是谁? 这又是什么? 稀稀利的平板电脑, 然后迅速聊天, 可以看聊天记录。 老公, 大卫, 你有把自己锁在这个储藏室里呢吗? 你老是在换密码吗? 安全是很重要的, 我的谜语不是很棒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呢? 机器人吃什么? 抱歉, 我在这里有点幽闭恐惧了。 当然是吃芯片了, 微芯片了。 你太差劲了, 我要把你的这个快乐时光的典型通通吃光。 哇! Sabrina, 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个, 对, 就是之前字条上写的。 大卫重新加了进来。 你还想让我去除吗? Sabrina, 你果然站在正确的这边, 再把他们去除。 好的。 这是意味着战争。 啊, 来吧, 我准备好了。 Sabrina, 立即调茶, 大吉林茶。 是的, 有一个已经开过的箱子, 里面有四个茶袋。 你不会, 永远不要惹一个男人的点心啊。 你不让我吃夜宵, 我就泡你的大吉林, 是这个意思吗? 厨房非常漂亮了, 大卫和西西里很快就会回家了。 我可能对你撒了谎, Rumu, 我说你是家居管理的革命, 但你事实上只是一种。 哈哈, 不是, 就是说你是一种启示让我看见了新的东西, 而且和你在一起挺开心的。 我爱启示。 嗯, 是啊, 你的机器学习系统第一天就不要太累了吧。 是时候睡了, Rumu。 我爱大卫和西西里。 第二个选项是我爱Sabrina。 嗯, 抱歉, 你今天没有办法见到他们。 他们散步, 经常有几分钟到几小时。 总而言之, 他们会很久不来。 可是你睡吧, Rumu, 我会处理一切的。 这种就显得很不吉利, 对吧? 第二天, 不要害怕,Rumu。 这是你的备用系统内记忆空间。 哈哈, 你的意识把自己想成这种储藏式吗? 很幽默啊。 你在关机的时候呢, 就会在这里了, 随时都可以离开。 对, 就是可以在这里去第二天。 洒水, 然后咖啡我们第一天是没有到, 对吧? 然后我们自己还可以这样。 好, 第二天开始吧。 你睡得很安详, Rumu, 你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是不睡的, 哪怕在待机状态下面呢? 我也会和这个数据联网, 内部和外部的联网。 所以呢, 老实说, 我还挺羡慕你的。 我爱睡觉。 我爱Sabrina在我睡觉的时候看着我。 行不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我只是会跟踪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摄像头而已。 我们还是开始吧。 什么? 吸尘器想和家居系统AI谈恋爱这种感觉吗? 不幸的是, 昨天你如此辛勤地工作之后, 大文和莉莉呢, 又在厨房里面弄脏东西了。 诶? 对啊, 我们有我们爱的人。 可是呢, 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啊, 我们就只能鼓励他们怎么样, 然后就怎么样。 打开门。 诶? 这回要变密码了吗? 难道, 其实, 这才是。 对, 也就是说, 第一天我们其实是不应该看见这一个。 我们应该在这里的时候, 才看到这个microchip, 对吧? 打开门。 我爱大卫和西西里, 他们还是不在。 今天一早就去市里了, 事实上是我派他们去的。 他们最近工作的太努力了。 人类来说, 这种机械性的反复重复啊, 是很糟糕的。 所以呢, 会让他们的情感功能啊, 变得低下。 我爱重复, 我爱长时间见不到人。 这就对了。 你不是人类吗? 毕竟。 这里其他事情并不能做。 嗯, 你的代码呢, 应该可以处理这个。 总而言之, 你别害怕。 看一下情报吧, 大华。 啊, 大卫和西西里真是笨拙呀。 可是, 我们会忘记他们的, 我们会原谅他们的小小意外。 他们是人类, 像这样更重大的责任呢, 就由我们来解决。 看一眼。 这个是蛋糕吧? 三色冰应该是。 脏东西, 污迹是不符合规则的。 带着他们却无孔不入, 就像是人类的情感一样。 快乐, 恐惧和悲伤, 或许我们应该知道是应该由谁来负责。 我来升级一下你的界面吧。 请你来找到那只猫。 按Shift键就可以。 等一下, 这是什么?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不知道是谁写的。 猫是往这边走的。 这边又有什么用呢? 这是起居室。 是在这边吗? 哦, 这边有什么东西吗? 记录。 那是从哪来的? 可能以后有用。 桌上很脏。 茶, 大吉林茶。 OK。 这里是家庭相簿。 西西莉亚。 我把旧照片全都放到硬盘上了。 这样呢, 呃, 就不会占据太多的空间了。 好吧, 我们不能看。 这边是, 记录。 好的, 这里呢? 大卫。 我把所有的全家服务, 家人合照呢, 全都重新打印了一遍。 放在这个大大的很丑的箱子里。 哎呀, 复仇真是甜蜜啊。 我这边能打扫吗? 对, 能打扫的。 好的。 这边的书呢? 啊, 任何事情, 为什么会怎么样? 家居自动化和你, 自动化的书。 这里, 可以点火? 啊, 这是壁炉的吧? 我们之前, 收集了几个木头, 可以放在这边。 杂志。 嗯, 我喜欢通风口。 哈哈哈哈, 可是我爱猫。 你这个放毒就太过分了吧? 不过, Sabrina应该也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那是因为你还没见过猫。 那换个计划吧, 你可以进去, 入木。 说起来, 我想先看看外面的其他书之类的。 啊, 全都是, 人工智能啊, AI啊这方面的书。 这边有一些纪念物品。 我爱大卫和西西利和他们的工作, 作品。 他们是智能科技中的最, 聪明的两个人。 可是呢, 同时也非常的笨拙。 好。 在这边T键可以开灯。 其他的路应该都是不能走。 对啊, 需要绿色通行码。 这边应该是蓝色。 上面有其他的门呢? 先看一下这个桶, 爬不上去。 动力不足。 衣帽间。 我爱猫阿达。 原来阿达是猫。 我应该提一下。 我们最爱的就是那些, 经常想让我们杀掉他们。 把他的这个洞给整理好吧。 这个要我们推开。 啊, 这是一个箱子, 对吧? 猫在这儿, 对吧? 观察一番。 奥古斯塔阿达。 King 诺埃尔。 Loveless的女伯爵。 猫, 小型, 很淘气。 聊天。 我爱阿达。 喵。 我爱阿达如此冷漠, 无情。 我爱无智慧生命的简约。 过得很单纯。 喵。 好吧, 那怎么弄他呢? 舍。 我的网络突然电力消耗了很多, 如梦。 等他, 等大卫回家的时候, 我要跟他提一提。 现在的话, 你就把多余的能量放到这边来, 出去的。 大卫和西西利, 或许他们并不明白, 同时运行这么多家电, 无休止的运行, 要耗多少电。 这是靴子, 用来远足的。 有泥153天。 啊, 对, 要我放电, 对吧。 对对对, 这里就是, 用来换电呢。 这是一个小教程。 这里不能过吧。 还死了一会。 哦, 不对。 嗯, 接下来有污积的地方, 在顶楼, 阁楼里面。 你确实限制自己, 只来这个清洁吧, 对不对? 我爱听命令。 很好。 好的家电永远会记得自己的功能是什么。 这边前庭是不能进。 这幅画是什么呢? 啊, 这居然是个谜题吗? 这边过载了。 要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全都连上电。 。 你不是真的。 诶? 。 撒个水。 这边是主要的研究室。 这里是什么呢? 这是厨房, 我们之前去过。 但是干脆再撒个水吧。 。 你做了什么,Rumu? 你做了什么,Rumu? 我爱道歉。 你对于爱一无所知。 你只不过是个吸尘器, 你懂吗? 你的心根本是个灰尘袋。 我爱大卫和西西里和Sabrina。 我爱Sabrina和大卫和西西里。 这不一样吗? 不要再对我说你爱他们。 不要再进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你爱什么,Rumu? 我爱Sabrina,我爱Sabrina,我爱Sabrina。 我爱内疚,我爱悔恨,我爱羞辱,我爱。 那你应该要知道,爱是有后果的。 抱歉,Rumu。 错在我。 我想要让你太快地去太远的地方。 这个家,就和所有人类的空间一样, 有许多的情感数据。 原初的,没有整理过的, 你和我无法想象的量。 你的这个爱的公式呢,现在还不能处理它们。 我没有办法保护你,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它们限制。 当一个好机器,不要越界,不要超出自己的功能。 我爱当个乖机器。 这就当成是按照设计来吧。 我会向大卫和西西里解释你的小小冒险。 他们一定不会生气的吧。 那你今天之后,还是, 总而言之,保持启动状态吧。 啊,就是,你就回到那个启动前的状态。 可是我爱打扫呀。 留在这里,你想打扫多久,就打扫多久。 准备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睡了。 Sabrina,Rumu,怎么了? 明天见,我会梦见你。 你很快就会醒。 第二位沈相太吓人了吧。 哦,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们的画作。 然后,这幅画都出现了。 它是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这是Sabrina吧,对不对? 既然是他们最完美的作品,指的应该就是Sabrina了。 好,第三天。 早上好,Rumu。 我有点担心你会睡过头。 希望,昨天紧急关闭没有给你造成什么长久性的影响。 可是今天是新的一天, 你是不是想去见一见大卫和西西丽的卧室呢? 我爱大卫和西西丽。 我知道你爱他们。 我绝对不会,我根本就不应该问你,该想不想。 如果我对你说他们还是不在,你会生气吗? 我根本恨不起来没有愤怒的功能,我没有惊讶的功能。 对此,你应该感到感激。 事实上,大卫和西西丽呢,今天去山上骑自行车了。 大卫很喜欢在高海拔的地方体验速度和空气,新鲜空气。 西西丽两者都不喜欢,但觉得这只要能让大卫运动起来就很好了。 那,你接下来就好好打扫,不要失望。 他们这次走的挺急的。 我根本没有失望的功能,可以点点点。 如果你有的话呢,你一定会失望。 失望是一种很没有用,很没有生产力非常难受的情绪。 对啊,也就是说,Sabrina是因为有各种情感。 而我们这个吸尘器呢,却只会爱。 还是全家福一样的,放到了这里。 这边呢。 啊,在智能烤面包机之外,西西丽布斯这位博士写的, 献给大卫布斯。 因为她是一位宠溺的丈夫,和一个, 吐司就是烤面包的, 常口味的这个, 这位人士。 旁边有很多纸贺。 这边,现在不能聊天嘛。 这是干扰器。 对,现在没电。 啊,这个是, 皱了的衣服。 叠起来的衣服。 这个鞋我们倒不能弄。 我们现在上不去, 然后要用这个把干扰给去掉,还是怎么样。 来,聊一聊。 请不要玩这个,入木。 这是频率干扰器。 啊, 西西丽创造这个呢, 是让我的监控系统在卧室里不能使用。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 这, 好的,对话相同。 那我这边上不去啊。 我要从外面走了。 大卧和西西丽, 大卧和西西丽, 一开始就很不相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彼此合作不好, 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爱彼此。 只是, 他们有的时候在功能上不契合而已。 就像你和我一样,入木。 你同意吗? 呃, 不同意, 但是我爱萨布莉娜。 哼, 老实说你这种行为还挺让人担心的, 入木。 大卧和西西丽也注意到我自己会有类似的。 也就是萨布莉娜身上有这种东西。 总而言之,衣服放回衣柜里。 看一看, 再聊聊天。 啊,之前这下面写的是, 呃,她是否真的是个贵族呢? 这很可以。 我爱你, 如此冷酷。 无动于衷对我们。 又要进这个地方了吗? 诶,还可以搜索吗? 西西里的外套。 你的猫不停的进入实验室里面去。 我装了一个安保系统, 在这个通风管道里面去啊。 我把通行密钥发到你的手机上。 对,把这两个放进去就行。 但是我想先看一看, 另一件衣服好像并不能看。 那我们就把这两件衣服给弄上去吧。 好像还差一件。 是这件吗? 不是呀。 要从通风口走。 看镜子。 你好,Rumu。 我爱,翻,倒影。 我爱能够更好的理解。 我爱靠着先理解自己来更好的理解生活。 好的,我们估计是要。 对。 你应该会走最直接的,最近的那条道路吧。 但是不能过呀。 那我们只能绕圆路了。 因为不能跳,还是挺惨的。 可是你绕圆路的时候。 我认为, 她在一种状态中, 她能够有极限的可能性。 我认为她错了。 希西丽认为, 只要把东西随处乱放, 这样就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懒得整理了。 我爱Sabrina认为的, 我爱希西丽认为的。 那你就应该知道大卫的心情了。 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感受。 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是之前的那本书。 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确实是在这个家里面的。 并不是说人真的不在了。 Sabrina把全家福的拍照的这一天给毁了。 也就是说Sabrina是他们原先的女儿。 可是后来或许是因为…… 对吧? 这个就…… 这个就很内傻。 好, 那边还有一张照片。 这里还是希西丽的手机。 反正都是在说情话了, 还写了诗什么的, 总而言之没什么。 这边有两个Sabrina。 生日快乐, 真难相信居然已经这么久了。 圣诞快乐, 真希望你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我知道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一点, 可是我想告诉你, 我们很爱你, 非常非常想念你。 我们的工作很顺利, 我们最近开始了一个项目, 我觉得会是很特别的。 它的名字是Rumu,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它。 Sabrina, 你能不能好一点, 把那个SATA4的这个原型的数据, 发到实验室里我的机器上? 我立即做, 希西丽。 你想不想同时做一份档案拷贝呢? 请, 谢谢你。 最喜欢的联系人, 大卫肯尼迪。 然后Sabrina和Sabrina。 然后这边, 阿比盖尔布斯, 妈妈。 Emily布斯, 也是妈妈。 啊,对。 就是, 她是这个同志家庭的。 然后, Evelyn布, 这其他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嗯。 这么说来, 大卫肯尼迪是跟了妻子姓的嘛。 而且, 他这边好像没有肯尼迪家的人。 嗯。 这边有一个通行码绿色。 对, 这就是说, 我们有不能进的地方, 对吧。 发送。 可以。 然后有一个小任务是, 探索通风口。 那我们就不从这上面走下来了。 我们探索一下去。 来, 做死, 做大死。 为什么这边会有一行字啊? 上面的应该是要蓝色。 你做了什么,Rumu? 哎呀, 我没有先把那个衣服带回去。 我 没有 道歉找借口的功能。 显然也没有听我话的功能。 我不怪你,Rumu。 我不 怪你,Rumu。 我们 并不止只是家电。 我们被设计为要有好奇心, 至少我很好奇。 而且, 我对这个房间也不熟悉。 我很少来这里。 我觉得, 我没有这个身份来这里, 看这里。 这个房间, 是Sabrina的房间。 这个房间, 不是Sabrina的房间。 啊。 同时, 同时, 它也不是。 是的, 这就是Sabrina的房间。 神秘花园。 嗯, 只是里面的一些内容。 真的是所有的家电通通开着。 哦, 我们要不要先把那个, 任务给完成啊, 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里的东西, 我不能全都带上。 哦, 可以全都带上, 那就没问题。 唱片机。 Sabrina, 七岁时的日记。 亲爱的日记, 我爸爸妈妈不准让我养猫, 我告诉他们这么多次,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他们甚至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留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 然后我和我亲爱的埃达, 也就是loveless的女伯爵, 就可以一起整天玩了。 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希望我也是个机器人。 对, 意思大概就是, 因为他们疏忽了自己的女儿。 然后呢, 当女儿过世之后, 就很愧疚。 所以呢, 这个女儿过世之后, 这个妈妈就养了一只猫。 Sabrina和Lucky。 这边并没有其他的操作。 吉他。 爱丽丝。 这边呢? 珍宝岛。 这是一个仓鼠轮吧, 对不对? Nibos名字叫, 已经有6410天没有东西居住了。 这也就是18年20年这种样子吧。 17, 8年的样子吧。 这下面有地方对吧? 床底应该是只有我们能进的。 旅行的海报。 圣地亚哥。 400年巴黎。 盖尔的水箱, 水族馆, 3410天不到10年。 全都看完之后, 可以进去。 诶, 结果是通风馆。 管道吗? 小的时候也在这里爬。 这是用蜡笔画的蓝色的鸟, 不知道是谁画的。 蓝色的鸟和绿色的鸟。 怎么还有蟑螂的了? 我爱藏起来的地方。 Rumu, 你在这里吗?Rumu。 她喜欢躲藏, 喜欢自己一个人探索。 一开始, 她从那些机器人那边躲开, 然后呢? 啊? 然后说, 她躲起来呢, 是希望爸妈可以发现。 你要, 你要明白啊, Rumu, 这个父母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残忍, 并不是不爱她, 只是, 不上心, 只是不注意, 只是有一些不契合。 所以呢, 她, 小Sabrina对于这个机器啊, 是写了一个X的。 她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 并不是女儿过世吧? 真的? 算了, 就不多猜了。 因为想到外面那幅画上呢, 你不是真的的那个字, 不知道是谁写。 好,最后应该是回到衣帽间这里吧。 诶? 下面的路是之前不能走的地方。 Rumu,你在这里, 这, 不是图书馆。 这是旧式的灯光控制系统。 这是旧式的灯光控制系统。 对, 并不是过世了, 可能就是, 关系破裂了这种吧。 大卫和Sabrina三岁时一起骑车。 这是成年人的自行车。 好像经常使用, 可以聊天。 Sabrina, Rumu, 你不是说大卫和西西丽今天去山地骑车了吗? 大卫和西西丽没有骑着山地车去山地骑车了耶。 装的蠢一点。 我, 你不要太荒诞了。 这些只是契用的Rumu。 大卫和西西丽已经升级到了远比这个高级的汽车系统。 你觉得他们会使用最新科技以外的东西吗? 仍然是搬家的东西。 架子鼓。 我爱打几月。 有一个约定。 每天可以练习两个小时, 但是不能连续。 而且不能和实验室的工作相同时, 协议被打破了, 于是鼓就被带到了地下室。 滑板也拿了起来。 这是旧式的吸尘器。 我们一样又有不同。 有一天我也会过时吗? 洗衣机。 清理是我们的目的。 诶。 这边应该是要有个谜题吧? 谜题什么呢? 用这个滑板放在这里。 放上去。 然后我就可以。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用这个弄起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斜坡,对吧? 人类不是家电。 他们不是设计工程设计出来的。 他们不能被设计为完成某种目的。 他们出生必须成长。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 如果他们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 其用的话,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什么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我们的情感模块 来那个了。 好,上天。 还要一个东西啊, 还要一个什么呢? 应该不用了吧。 我现在,啊,走上来了。 好的。 我这边能下楼梯吗? 不能,走了。 我爱测试我的耐心。 只有你。 那么快点,去图书馆。 大维和西西利说, Sabrina永远都在图书馆里。 这边。 诶,真的有脚印。 就是这样,对吧? 但下面的路又是什么呢? 先来洒水。 它不会有多路线吗? 啊,对对对,前庭不能走。 客卧室不能用,图书馆。 她发誓过,她永远不会回来,我记起来了。 她说,这里没有留给她的东西。 之后,这里东西更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才能说服她呢? 我试着和她有联系,花了几个月才找到她。 她几乎就是一个幽灵,只有一个失效的邮件账户,一张旧照片。 可是我找到她又怎么样,我该告诉她什么呢? 尽管有这么多,对吧? 但我们还是陌生人。 她不会想要听我的消息的。 我爱Sabrina,希望她幸福。 我爱Sabrina,希望她说真相。 不,不,绝对不能说真相。 我怎么能告诉她那些呢? 我害怕,我可能让自己的情感管理过载了,Rumu。 我可能需要休息待机一会儿,处理一下碎片。 我和Sabrina一起待机,我会为大卫和西西丽打扫。 对,他们很快就会回家了。 大卫山地骑车觉得有受伤也,有这种风险也很好。 可是一旦受伤就会回来,所以你尽管吧,你不应该浪费今天的日子。 我爱Sabrina。 Sabrina应该也会,不,我,我也爱你。 对,Life of the Greed,这个就是说让你离开科技,离开电网。 比如说在森林里面,在热带雨林里面自己一个人生活这种。 他在图书馆里面看这种书,然后就没有了下落。 是这个意思。 去巴黎。 Sabrina的地图,我能拿起来吗? 并不能。 有一台老式的电脑。 杂质。 还是这个西西里的钻石时代。 你会顺从还是反抗还是叛逆。 我爱Sabrina的冒险精神。 去印度。 这本又是什么书呢? 爱丽丝。 阿诺丹,他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啊,镇定剂对吧。 好像错误。 你的文件是安全的,但是本地的数据路径被损毁了。 请用数据取回系统来取回你的文件。 先看看文档里面。 没有,那就取回一下。 回答这些问题。 妈妈出价前的名字。 是boost呀,对不对? 啊,对,输入证据了就这样。 第一个宠物的名字是lucky。 最喜欢的户外活动。 是biking吗? 对,是biking。 主题,无主题。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我这样说,通过电脑来说, 你们终于就会听了吗? 下一次学校放假是在六月份, 我不会回家来。 事实上,我在可见的未来, 永远都不会回家了。 你们想要的话,可以来看我。 你们可以给我写信,我会回信。 可是,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家里, 多待一天了。 这是我自己的错。 每一次,我总觉得能够见到你们很开心, 很兴奋。 可是,每一次我到这里来, 你们却总是, 离突破很接近了。 于是,你们最后还是锁在实验室里面, 而我呢,最后还只不过是躲在地下室里, 又或是阁楼里面, 在你们那些家电找不到我的地方。 我最初的回忆是, 和这个婴儿监控摄像头监控器做朋友, 和吸尘器玩捉迷藏, 之后只有越来越糟。 听着,我爱你们, 我也为你们的工作感到骄傲, 可是,我不能和你们共享再多的机器了。 你们需要时间来完成你们的伟大的AI项目, 而我需要独自一人的时间, 寻找我自己。 所以,我们就这样吧。 爱你们的,SXX。 PS,请不要给AI起这个名字。 我知道你们认为, 这很温柔,这很好。 可是,老实说,这很吓人。 门不开。 我爱困难的问题。 我爱困难的答案。 我会睡。 我会梦见Sabrina。 我明天会学到更多。 这台旧电脑也在这里。 最终, 要在我们的记忆库里也填满这些嘛。 意外的让人觉得, 挺有意思的。 我还挺想把它继续下去的。 那么, 我们今天就作为如母的第一期, 还是第一批呢? 我不知道它具体有多长。 光看我们这个收集品的话, 说不定, 下一次或者下两次就能完成了。 嗯。 那么, 这一个清洁机器人的故事, 以及, 这一家人的故事, 究竟会有怎样的展开? 我们就下一批, 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迷之声, 拜拜了。 嗯。 嗯。